如果您变得太大 预充足足够 让所有人愉快 那您会变成了 系统的崩溃 地球到了2050年 将有95亿人口 其中有70多亿人 是居住在城市里 农村成了巨大的露天食品厂 为了取得新的耕地 人们需要大量砍伐森林 以及耗用水资源 这已经远远超出地球的负荷 但如果农业能重返城市的话 或许情况就能改善 垂直农场只需十分之一的土地 就能达成同样的生产目标 科学家相信 垂直农场将会成为 我们日常风景的一部分 周二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未来城市垂直农场 就在公共电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断